弟兄姐妹平安 我现在奉耶稣名做见证 来荣耀主耶稣的圣名 那首先想讲一讲 我祖父归正的见证 我祖父名叫王冯夫 他从小信主 因为从我的真祖父 他已经信主 他是为你公 我真祖父是为你公为的信徒 我的真祖母是吕传道 所以我的祖父从小就受 卫国教会的培养读书 长大以后就奉献当传道 到福建省的这个北部 就是顺畅县当传道 同时被安立为牧师 在那边工作不短时间 后来他就得了不治之症 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以后 那教会 这个卫国教会就叫他回到福建 但是病没有好转 越来越严重 最后严重到不能起床 他这种病非常奇怪 一旦发病的时候 他会分身发抖 甚至吃饭的时候 都会把犯网扔掉 小孩子抱在手里 也会把小孩子扔掉 卫国教会有医院 也拼命想 想把他治好 但是没有办法 也请了很多 卫国传道人来帮他祷告 也没有供养 所以他虽然他在病中 后来就回到我们父亲 回到父亲 当时就在父亲靠近 散进那个地方 因为有一个 那边那个威力公卫信徒也比较多 就把他安排在那里 但是他有时候还可以讲道 跟那些信徒听 他每天还是很虔诚 读经祷告 今天在家里 但是 大约十二年 就不能出去 甚至又卧床 非常痛苦 到一九二六年 这是我们真教会 开始传道我们父亲 是二三年传道福建 一九二四年传道普田 但是普田教会 真教会建立的时候 这个神迹启示非常多 其中有一个神迹 就是为人戒亚片 因为以前很多人 抽亚片 吸毒 所以非常痛苦 所以当时我们福清的将近 有几个威力公卫信徒 因为也是吸亚片 无法戒掉 听说真耶稣教会 在普田会戒亚片 所以他就去普田 叫做江口 但是有真耶稣教会 去戒亚片 当时是走路去 结果路过我们家的时候 那个附近的时候 他就因为当时口渴 就到我们家 要求喝水 所以我祖母就给他烧水 烧水的时候 就给他闲堂 问他 你们这几个人去 去哪里啊 干什么 他就说 我们这些人是吸亚片 他说普田有一个教会 借着祷告可以去把亚片戒掉 所以我祖父听到这很奇怪 哪里有听说教会可以借着祷告 借亚片 所以就交代这几个人 那里面去了以后回来 一定要来我们家 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 结果这几个人到江口去 大概一个礼拜回来 回来就带一个传道人 叫做郑永生之士 这是普天人 带到将近教会去 去设立教会 大家带到他的乡村 就是说将近 又去设立我们真教会 结果他退一礼 又叫两个人 轨到我们家 告诉我祖父 这个教会是 叫做真耶稣教会 这个教会是守安息 有受圣灵 是受大水的洗礼 有洗脚礼 结果讲了这些教义以后 我祖父因为他圣经很熟悉 他说是啊 圣经是说守安息 但是我们是守礼拜 圣经有说 信徒有受圣灵 但是我当牧师还不知道 怎么受圣灵 对圣灵问题 他还是有疑问 所以他就 第二天就打伐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 为理工会一个年轻的 这个年轻的传道信礼 信礼呀 人自派一个儿子的儿 这个就是离来子 这个年轻的传道 离去将近去找 正耶稣教会这个传道 去给他变一变看 他的道理怎么样 结果这个人就去了 找了正恩圣知识就查经 结果查经查教义 他就把那个 就把那个 所有的经文都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就回来 跟我祖父讲 我祖父 放开圣经一堆 这些教义都符合圣经 所以圣灵就感动他 所以他就决心 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过了几天 他就叫人抬去 用教职把他抬去 但是他有病 连坐都坐不住 那个教职他坐不住 所以就用好几条腰带 以前老年家用的布的腰带 把这个整个人 把他板在教职里面 因为怕他从教职上说下来 胎道将近 胎道将近的时候 当时正元生之士 他正在布道 讲道给人家听 很多人会坐那边听 结果人家这个人 就告诉正元生之士 这个人是想来信主 他说信主请他进来 他说他生病走不动 结果这个正元生之士 就走到这个我祖父面前 把那个教门掀开 让那个门布的门挂住 掀开就问他 你相信不相信耶稣 我祖父说我相信耶稣 好你既然相信耶稣 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走出来 就马上教人把那个带子截开 把那个板的那个布带子截开 以后就把他手拿手走出来 坐在那边听到一个礼拜 查经听到一个礼拜 以后受洗 以后就从将近走过 那边老家去 一个人走到十八华里 就是九宫里 到家以后 他就马上 把自己的那个家里的大厅打扫 打扫清楚 以后就像当地呢 那些信徒 为理工会信徒宣布 我现在已经归入真耶稣教会 你们如果愿意跟我 一起归入真耶稣教会的 你们来我们家聚会 就在家里成立一个聚会点 所以说就在我们的家 成为一个聚会点 以后有传道人来手按锡讲道这样 结果他归入真耶稣教会以后 他引起这个为理工会很大的震动 特别我那个真祖母 因为他是为理工会传道 人家就调拨他 说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是邪灵工作 你这样归入真耶稣教会 你成家以后会二十啊 因为你成家 说我祖父生病以后 你这个家庭生 你现在 你不单这个为理工会牧师 你以后生活怎么办 所以为理工会 我祖父归真以后就马上 把那个他有牧师证书 就寄房给 这个叫那个神里面 福建神里面 那个为理工会 他那个上面 可能上一级大级官了 以后他本来没 他这个都有他那个生活会 薪水也交代他们 我已经归入真耶稣教会 你们不要再进来 同时我的伯父 还有我一个姑姑 但是就是大姑 都在为理工会学校里面读书 结果都把他们叫回来 表示有个那些卫国教会 这个各断一切的关系 但是我的真祖母 因为受人家挑拨 所以逼迫非常厉害 当时我们福建 这个中国人都知道 很讲笑道 不但骂而且打 打我的祖父 打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 经常身上是轻一块 直一块 但是我祖母 我祖母 我祖母跟祖父 都没有 都没有回头 没有后悔 失守信仰 但是虽然生活非常困朗 有时候甚至 有时候甚至 一天都吃不上 都吃不上一场饭 我父亲告诉我 他小时候 因为没饭吃 经常把那个 拿这个到山上去 猜也猜崇吉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后悔 一直持守信仰到底 甚至 那个魏教会 派传道来 来这个辩论的时候 有殴打都有 特别那个 我祖母 圣灵感动他 他很 很会那个 这个讲道 也很会跟人家辩道 辩这个教义 我听过父亲讲 有一次 因为在我们家聚会 我也就会跟牧师来辩道 因为那些信徒 都是原来他们的 他另外把他们的牙拿走 来辩道 辩道的时候 但是我祖母跟他 争辩的时候 结果他变得没有发脚 结果用皮鞋啊 一下子踢上去 踢在我祖母的胸口上 当场吐血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 有一个也是魏教会 一个人来 来跟我祖母辩论 他是抽那个汉烟管 他抽烟啊 他当时是参残的烟管 那个 那个 和烟管 那个头是同的 结果辩论 辩论以后没法讲 以后就用那个烟管 打我 那个 祖母 那个烟管 连那个烟管都打断 所以说 这个前辈 都经历很多的磨浪 有的甚至会收买那个流氓 把那个大奋 信徒在聚会 把大分交进那个家里去 用那个大便 所以我们的老前辈 当时为了持守信仰 都经历过很多磨砂 这样的见证很多 以前好像学赶教会 那个温一样长老 他们家族信主也是这样子 那个甚至奉信徒在聚会 外面收买一些流氓 把粪交进去 结果很多的那个虫 爬到身上 前辈爬到头发里面都有 还有把山上的专家 把你割掉 刚刚长的专家 把你割掉都有 但是老前辈 因为他们体验到神 信仰都非常的坚固 所以说 所以当时 我那个祖父 因为生活困难 还有我祖母 那个还有卫教会 这样逼迫 他非常伤心 经常 尽事祷告 经常尽事祷告 感谢主 后来他就生病 生病 以前也不知道什么病 就是吃不下饭 大概现在 如果按现在来说 可能就是不治之症了 生癌 但是他天天祷告 当时也没钱去医治了 就放在家里 后来他的离世情况 简直简单讲了 这个过程很长 就是 星期五 那个时间 我父亲也没有告诉我 这个记不清 我父亲就记得很清楚 他是星期五 晚上的下半夜离世 就是进入安息了 进入安息离世 离世以后 你那一天 弟兄姐妹 还是来我们家守安息 守安息看见我祖母离世 我祖父离世 弟兄姐妹都很伤心 很伤心 但是大家还是守安息 但是还是参事 祷告 简单读一些圣经 勉励大家 但守安息完了以后 突然我祖父出十里夫妇 本来是谈在那个大厅上 一下子坐起来 但是一下子坐起来 很多人都很害怕 结果他对大家 你们不要害怕 我是回来做见证的 我从小信主 盼望今天国 我今天得到了 我已经进入乐园了 我现在回来做见证完 我还有去 天师在这里等我 后来就把那个 教会负责人 叫做离彼得 离彼得知识 姓离 也是人字旁 一个儿子的儿 你的知识叫到面前 他说我离世以后 你不要软弱 你要继续带领教会 以后就对我祖母讲 我死了以后 你也不要软弱 要继续帮助教会的圣工 因为家里是个聚会点 弟兄姐妹啊 同工会来 有需要接待 你要继续帮助圣工 同时把儿女无仰长大成人 你要教代自己的子孙后代 要保守我们真教会的信仰 说我们真教会 是圣灵同在的教会 是得救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里面 就是遇到刀伤 你们也不要害怕 当时被逼迫非常厉害 世界上就是有经商 你们也不要贪图 说完就放声大笑 由大声笑到小声 以后就走了 乱起 所以说 我们家族 感谢主 是主的拣选 给我们家里这么大的恩典 同时我祝福 这个蒙恩得救的见证 就不断地兼顾我们 所以 是我们能够在正道上 能够持守 我感觉这是主的特别的恩典 所以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会常常想起 我祝福的见证 因为 这个是德旧的缺距 进天国的缺距 他归入正教会 他持守正道 他能够进天国 那我们跟 我们的前辈走 一定也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